你曾經也是擔心的孩子 你曾經也是數學戰車 都考各位出來的孩子 可是我今天你怎樣走到今天 上帝怎麼樣 還有你自己怎麼樣的努力 還有神怎麼樣的成為你的依靠 我希望你的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孩子的這些心理智商 他們出來到社會上 他們很多現實感不夠的 許多許多的困難 然後這些體驗營生活公保 他都不是吃後玩樂的 他後面都帶著我說 不是只有給愛要有教育 只有教育愛能夠成就 只有教育愛能夠讓他們 你給他再多好東西 那個都是暫時的 只有給他的教育愛 他裡面感受到的 他裡面成為他的榜樣 他的典範 然後他會可以跟隨 跟隨當了跟隨主耶穌的腳步 所以這些的體驗營 我之前傳福音 我沒辦法進去機構裡面 於是我就說 給這些孩子職業體驗營 於是去年 去年初就全部到司馬故事 六天五夜 你知道司馬故事是一個 我們在學家使徒時代的 大家一起共享的 在那裡整個的氛圍 就是主的愛在那裡流動 還是就在那裡 不把他從佛教道教一貫道來 他在那裡認識了主 他在那個氛圍 在那個情境六天五夜裡面 他去學農作 去學餐飲 去學民宿 可是這當中 他最重要是經歷在那當中的 那些人為什麼那麼像 那些遠處的人為什麼那麼像 他們品格他們的文化 然後呢 這些生活工法 從法律 從兩性教育 從這個怎麼樣求職 怎麼樣面試 怎麼樣租屋 說一切一切 怎麼樣治理生活 怎麼樣自己的自我的照顧 怎麼樣的那個內在的效能 這些自生活工法 就那個非常非常多的議題 然後青春小劇場 這個是我在台灣大概最特別的 這個一個地方 讓孩子呢 流浪的孩子來就可以洗澡 就可以在那泡麵吃 就可以就可以的 可是在那裡有好多的電腦 他可以在那邊上網 然後我的社工呢 就好像搭搭搭 有搭沒搭的跟他聊一聊 一次 兩次 三次 五次 慢慢這個孩子 慢慢就可以成為我們所關心的孩子 他會喜歡來這裡 結果現在呢 竟然台中的這個保護官 少年法廷保護官 竟然親自帶著那個 壓著那個孩子來我們那裡 那我們就希望呢 慢慢把孩子喜歡這裡 那我希望能夠接觸到 社區的弱勢的孩子 下一頁 我們有的培麗家園就在背頭 我們希望呢 所做的 我們昨天講這一頁的時候 所有的越後越端都覺得不可行 但我知道在基督裡是可行的 我們要幫助這些孩子 有負責 有自信 有尊嚴 因為人家就是神要我們 神給我們有這樣的能力 我們有對誰有信心 我們就能夠有自信 然後若使教育愛還有專業 而且呢 不是取代機構安置 因為機構在優惠裡面生活很像 那個軍隊的生活 愛的教育不一定多 可是什麼鐵的紀律呢 這些孩子常常是被很多的限制的 所以他們對外界 他們的很多的認知是很大的落差 我們希望這些孩子 真的體會到家的感覺 而且不是不斷的管理高度管理 低度管理我們不要 我們要用關係 要用愛的關係來成全這些孩子 下一頁 然後呢 我們的那個部分呢 就有個別化的自立生活 還有多元化 個別一對一的 看見每一個孩子 應該拿個別化的幫助他成長 還有多元化下一頁 你看這個部分 我們分成五大領域可是四項 主要幫助這個孩子 在這些領域裡面有很好的學習 幫助孩子全人的發展 全人的發展 這些都不是自念的 這每一個東西都要去執行的 而且已經好多都執行了 也有成效 好 下一頁 然後呢 對這個孩子要有就業輔導 要有重要關係 以前恨他的母親 或者怎麼樣 他的母親在精神療養院 還是在父親在監獄 我們怎麼樣帶著孩子去監獄 看父親 然後讓孩子重新的 重新的攬起那個愛 父親重新愛他彼此的寬容 彼此在基督裡面和好 然後這個休閒體驗不是飆車 不是賭國 而是有些什麼正當性的 這些體驗更多的幫助他們 透盤他們的事業跟經驗 下一頁 我們社會資源部 希望招募自己認真 希望推動企業給我們愛心捐款 我們希望企業的愛心官不一定要捐款 他這邊對我們設置部單的捐款是最好 人事費要錢 電腦電話 他們電話費好高 因為我們都要打手機找這些孩子 然後我們也打全國性的 所以我們自己的 我們中部北部南部 我們都用Skype 我們所有的同仁都用Skype 我們都用亞太手機的 只是我們辦公室 亞太手機台北的手機那裡收訊很差 那我們其實我們對企業 希望就是說你的一日捐都好 像瑞士銀行 一日捐然後公司做相對捐 或者是補餐捐都好 或者是你有你的商品 提供意賣都好 再沒有你的職場 提供我們孩子實習 然後你們的過期的東西 他要過期的東西給我們 讓我們宿舍的孩子 有吃的有用的有什麼的都好 任何什麼都好 甚至你成為我們的講師 成為我們的講師都好 來鼓勵我們這些孩子都好 任何我想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跟這些孩子成為這些孩子的助力 然後科研化的資源通路 好像現在那個一路發 那個車子在路上跑 他上面就讓人家去宣導這些 這些少年 因為整個社會不知道 不曉得有這些少年的一個需要在那裡 台灣的少年 如果不趕快挽回台灣的下一個世代 不管經濟 政治怎麼樣穩定和發展 我跟你講他都是沒有希望的 而且都是危險的 你如果也會擔心你的孩子會 你要你的那個什麼 要有保全更多 你個人保全要更多 連結職場的時機平台 今年呢 我等一下也許 如果你覺得有興趣 我給你我們的一個DM 我們去年跟可口可樂跟Timberland 有人量 也許一個禮拜都好 就是給孩子有一些現實感 然後給他表現肯定他們的機會 學習的機會 下一頁 資訊部 其實我們資訊部 我們只有一個part time的工作人 然後他看了以後他就頭很花 因為這個重點工作是我要的 而且我說別的東西 其他的都是大家部門裡面自己談出來的 只有這個東西是我要的 我說呢 你是part time的 這個東西我能來要集結 重點要想辦法做起來 就資訊化的管理系統 這個一定要 我們已經建制了 就是比較漸進的在完成 而且我幫助 全台灣的U1以前沒有網站的 我跟瑞士銀行第一筆合作就是網站 所以讓所有的網站 在我們的網址點進去 因為我們下面一個部落 我再點進去 全台灣的U1的網站都在裡面 就是因為五年前 我讓所有的U1開始有網站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成為被別人看到 他們彼此也比較 彼此學習 那這是更需要 現在在談知識管理 知識管理什麼 這些東西是需要的 而且這些智力少年資源專家 有些孩子上網 他不是去瀏覽什麼